台湾观传团做会过台湾 观众和我们晚安 我是欧郭珠 今天的政治焦点 当然要看到 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朱立伦 一大早 八点钟 脸书上就正式的宣布 他确定要争取连任新北市长了 好这个消息一个上午延烧到现在 待会的晚报一定也是 明天头版焦点应该都是他 这样的讯息 蓝营听了应该是松了一大口气 因为现在选情状况不好 那绿营呢 要怎么反应呢 好据了解 马上也取消了中午 原本呢 蔡英文主席要在新北市所做的 便当浮选会议 立刻给他取消了啦 好 追隶轮的决定 我们要来问到 是要来讨论的就是 对于年底的七合一选举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 加持效应 这只当是对蓝营自己了 但是他今天又说呢 如果选上连任 他可是要做满四年的哦 那今天这样的讲法 对2016又会起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呢 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 来做关心的焦点 好终于有了答案 答案其实也不太令人意外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带您看看 今天朱立伦究竟怎么说的 我们再来好好讨论 笑容满面主持市政会议 新北市长朱立伦 终于松口 要继续为新北市政来打平 今天早上我已经在脸书上宣布 继续参选连任 希望希望跟所有的市民一同为新北市来继续努力 大导现在脸书宣布争取连任 但外界对朱立伦的想象 可不止新北市长选不选2016选民还在等答案 我既然决定参选连任 未来四年我一定会把市长的工作做好做满 全力为新北市来打拼 朱立伦假如连任成功 从今年底就职后 四年任期做满 就得到2018年底 做人气的国民党终身带右脚 等于表态弃选2016退出接班之争 总统一向都很支持我的决定 我想他也很乐见我的决定吧 没有人一定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也没有一定哪一个工作需要谁来做 我能够担任市长 就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福报 有公民意支持度却选择退出2016 除了对新北市民的使命外 是哪一股力量 左右朱立伦的考量 如今放眼国民党内 最有高层关爱眼神的 只剩下无尊义 无珠之争谁胜谁负 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记得詹品宏陈入文 艾丁长新北市采访了 好来看到就是朱市长上午 对面对媒体所做的说明 在市政会议上说了一下 市政会议结束之后 还继续再说了一下 11点钟又接受媒体的采访 说的有不一样吗 我们现在请到四位来宾 先为你介绍 待会带大家好好解读 为什么做新北市长 是他的福报 又为什么 这个什么样的位置 为什么非得要什么人坐 他到底想说什么 马总统真的都很支持他吗 来现在四位来宾先来介绍咯 左手边第一位为大家介绍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吴玉生 朋友朋友吴安 好今天现在来请到 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我右手边是 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的 资深的政治记者李明贤 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看到这个答案 吴委员不意外吧 不意外 完全不意外 但是呢今天这个脸书上讲的 到刚刚朱市长自己说的 这个又是福报 又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太开心还是不开心 因为做这个决定 有人说他是被迫选2014 我不会觉得朱立伦市长 是被迫选2014 我要解读他的福报的讲法 因为我认识朱立伦市长 他以前在讲 类似的观念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真正的用语 跟他心情是说 是要人民付给我的 愿意给我的 我都充满了福气 都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桃园县民给他八年时间 新北市民 他没做完 那没有关系 那最后一个任期的时候 拉到中央来 桃园县民也非常高兴 他到中央 叼中五郎喝这关 我们在地的连任的父母官 到中央当行政院副院长 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这是好事 跟苏仁昌 但苏仁昌比朱立伦当时 在台北县长跑得更快 所以他第二任的任期 基本上都还没有过半 他就跑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福报的观点来讲的话 对一个从政人士 无分蓝绿 应该要心存这样的心情 这样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绝对不是被迫的 所以过去的半年多以来 人家问我 我不管跟国会的记者聊天 或跟我们同人聊天 我都认为朱立伦市长 他一定会选连任 他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从他个人观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新北市全国第一大线 他利于不败之地的话 他未来进口攻退口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国民党目前的状况的话 需要他这个领头羊 来稳住新北 稳住台北 稳住桃源 甚至现在还加上基隆 第三个对整个台湾的政治情况来讲 台湾对政治领袖的一个定义 基本上 不会因为说你在那个位置 你就不可以取什么位置 我们国民党所有在选 县市长的立法委员 都是以县任立委的身份参选县市长 你说赖清德不是吗 你说现在林昌明 我们的同志在参选 彰化县长不是吗 我们的台东县长黄建廷民进党的很多的 大家其实都一样 所以有一个角色一个位置 然后他进口攻退口守 我觉得以台湾政治情况来讲的话 你不能够说不对 然后最重要是人民要不要你 主流民要不要你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竞选连任 是立于一个观点 就是说因为新北市 他全国最大限 而且他四年来的施政向 稻吃甘蔗 尤其过最近的两年来 比前两年突飞捧进的很快 所以他很多的好的政见 他今天都把它列出来 那其实都是讲到人民的心坎里 让辈子很甘心 没有说朱立伦这个人 不会乱讲话很务实 而且他很精算 去精算财务精算 会计精算整个跟中央政府的关系 而且他不回避问题 你看他处理核四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不会说 站在去打中央 然后去讨好人民 可是他也绝对不会完全说 政府都是对的 所以你看一个核四干事储存槽 在我选去核一场的问题 到现在他坚持说 你没有达到安全的标准 我就不让你台电取得 那个实用执照 我觉得他这种地方是 就是论是从安全来讨论事情 而不是从党派 或从民意如流水来看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的看法就是说 朱立伦今天他参选连任 基本上我感觉 用俗话来引用 欢喜心感觉做 反正这个时候他欢喜了心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境 尽管他的团队有人主张说 职工总统 可是他的团队也有很多人主张说 我们继续竞选连任 立于有一个位置的角色当中 尽可攻退和守 所以我的解读就是这样 不过说实话的 刚刚委员也讲到一个重点 现在对国民党来讲 年底选情真的是很糟 刚点到几个县市 基隆出包 桃园出包 台中也不是太好 所以如果选情很好的话 朱立伦是不用选连任的吗 不是 我的观点也不是这样 所以去年开始 有人私下问我我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在立委自己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就算国民党现在执政都是很好 很平顺的情况 我认为朱立伦还是要选新北市的市长 因为基本上一个没有角色的人 去攻取2016的时候 其实那个难度跟那个变数是很大的 而我的观察点还是在于 就是说他有一个县市长的角色 譬如说我取例好了 如果他不能够选2016的话 那请问2016赖清德可不可以选 可不可以搭配副总统 我请问大家可不可以 所以民党要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说一个选县市长连任的人 就不可以去竞选任何2016大位 那我请问你赖清德可不可以搭配 蔡英文选副总统 可不可以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同样的问题 这个未来市会发生呢 大家都在这边做点名跟牌 这个做这个搭配 未来会怎么样发生 大家你要骂我这样的 其实你自己恐怕也会被骂 大家可以再来观察 不过这个时候前面邱一老师 居然同步也宣布 我争取连任而且我要做满四年 这句话呢 大家说只是打打预防针而已吗 他说现在新北市长 是他最喜欢的工作 我不得了 最喜欢工作在这 选举的情势 是变化多端 是动态性的 如果今天国民党的选情很稳定 那朱立伦确确确实实 可以把他的选举 留到2016职攻大位 然后2014呢 交由这个像侯友宜等人去代打 那么以目前民进党 新北市的候选人游锡坤 基本上他的民调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本来可以走这一步路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现在国民党即使本来选情 最稳定的北台湾 现在都出现了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基隆不稳 台北市不稳 桃园也不稳 甚至在苗栗跟新竹 也出现了所谓的 所谓的卫报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确确实实要有重量级的人物 来带领整个北台湾 让北台湾的选情 尤为转安 而这个人最好的人选是谁 就是朱立伦 那朱立伦如果今天 要连任成功 以今天 在整个北台湾的选情 发生风雨飘摇的时候 他一定要宣示 我今天选连任 我就做四连 我就不会再得拢望暑 我就不会说 我就不会说我选上以后 没有多久就跑去选总统 他必须要表明他一个坚定做完四年的一个决心 他才可能能够扮演一个北台湾领头羊的角色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策略 当然对国民党来说有为难 因为国民党很可能 因为这样子就上次的2016 国民党继续执政的王牌 可是我们要回来想一个问题 没有2014就没有2016 你今天如果2014全面崩排 那还有2016可言吗 那个时候即使朱立伦很强 在2016恐怕也很难帮国民党 保住这个执政的江山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百鸟在林 不如一鸟在守 我今天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先把这个守住 我先把新北市守住 把北台湾守住 然后接下去 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在看 虽然说了我四年四年坐满四年 可是如果说到时候 到时候大家人民需要呢 人民有强烈的需要呢 然后人民一再一次的请愿呢 希望他出来救台湾呢 不让民进党再乱下去呢 不让民进党毁掉两岸的和平 不让民进党毁掉台湾的前途 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嘛 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情况是动态的嘛 不断的在变嘛 到时候 那么可能在所谓的 大家的高度的期待之下 那朱立文可能必须要转换跑道 这有可能啊 但是我说过了 没有2014就没有2016 所以先守住2014再说 那至于2016 我认为打完了2014再来想 所以老师一开始就说 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选举 特别是政治 所以明显我们知道 今天早上这个一大早出现了 他的朱立文脸书告诉大家 他要来做连任的动作了 那接下来他也会的媒体 我刚简单也讲了嘛 那会的你们四家媒体 他谈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那今天告诉大家 一切的一切也跟这个 马总统报告了 什么时候报告的啊 这一切的安排 真的是对他来讲最好 还是其实对马总统来讲 对他自己才是最好 刚两位委员都有提到嘛 其实我把它整合一下啦 其实就两个重点嘛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嘛 之前太阳华有这样讲 其实就是自己的党自己救嘛 那自己的新北自己雇啦 国民党为什么 你看选情大家都有分析到 你看从南到北 真的没一个地方稳了嘛 那新北他出 如果朱立伦选连任 领头羊出现了嘛 那自己的新北自己雇 为什么 因为原先朱立伦确实想职工嘛 他想派出他的副手 侯友宜出来选 这也都不是新闻的啦 那为什么 侯友宜在基层 国民党基层 其实对他的接受度是不高的 那派他出来 这个也是他影响到 他要职工连任的一个因素之一啦 这个两个考量 才让他决定宣布要连任啦 所以这一部分他要连任的时候 今天要宣布 其实他前几天已经有亲自在报告 跟马英九报告 所以马英九总统也知道说 朱立伦今天要宣布 那到底朱立伦要连任 跟宣布不连任 其实五月初的时候 包括朱立伦已经有分别跟党内的 包括金普聪啊 马英九总统啊 甚至曾永泉民部长 其实已经都报告过了 所以马英九才会在 520计程会的时候 他卖个关子说 朱立伦很快就会宣布了 其实那时候已经卖关子 已经知道说朱立伦到底要 要选连任或不连任 其实那时候马英九已经有底了 那你对马英九来讲的话 那当然大家有来讲说 先有14才有2016嘛 你必须2014先选好 这对马英九是一张安全牌嘛 你对马英九来讲 2014垮掉之后 马英九年底就要辞党主席了耶 他国民党根本没有带领了 他就提前跛脚了耶 对他来讲 马英九江山垮掉之后 哪有国民党啊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他必须要帮马英九守住这一局 守住江山 那之后才有2016嘛 至于大家讨论说 朱立伦选连任就不是2016 我不觉得耶 他今天一直在讲说 他引用 引用电影里面的台词说福报啊 他要说 欢喜着感人生嘛 说要炒好一道菜 可是我觉得 他这是一种选战的手法耶 他毕竟 他新北一定要选好哦 国民党在新北来讲的 底线到极限 就是10万票到20万票嘛 所以他新北必须选好 如果他能选到领先尤其坤20万30万票的时候 到明年来讲 顺理成章啊 他新北选这么漂亮 他顺理成章就成为国民党的 县市长的领头羊之外 下一步他职攻2016是合理的啊 所以先选完选举的时候 尤其坤你会逼他说 你要坐满4年或你要职攻2016 他现在先打预防针嘛 先选完 选完之后 选完就海阔天空了 连任了之后 明年所有的变数 动态嘛 有可能 我觉得说他选连任 可是他对于2016参选 还是有保留他未来的想象空间 到时候这个是 只要是人气王 那么有这个人 选民的一个加持跟支持 其实很多事情 到时候就会迎刃而解 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 刚刚讲到了 刚刚以前分析到说 如果赢个游锡坤 20万票30万票 上次跟小英比赢了10万票 因为游锡坤才赢20万票 那很丢脸吧 那现在请教郭委员 那民进党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你们那个跟民进党 跟台联之间做的 所谓的在野整合 还需要整合吗 因为现在是朱一伦选 怎么选 你们怎么整 也选不赢人家嘛 是啊 那不用整合了吧 还是换讲 那个是前面发生的事嘛 对 那个游锡坤提名半年之后 事都造不起来嘛 那这个整合本身也是造事啊 不过那个时候 郁琦当然不是朱立伦嘛 不过我是要讲 刚刚明天是讲了真话啦 就是说朱立伦原来是不想选的 对不对 所以绝对不是说 后面的逻辑都是顺理成章嘛 不然他为什么原来会想不想选 如果认为他选新北市 到后明年再选总统 反正只要维持人气 都是顺理成章 你何必考虑别的呢 不是不用考虑了吗 所以我觉得 他原来一定有他的逻辑嘛 原来的逻辑就是说 我12月25号就职连任 他是我当选 那过完农历年 大年初时是2月28 那之后你大概就要表态了 差不多了 你就要表态说我要不要争取 总统提名嘛 对不起不到三个月 这个跟赖清德完全不同 我就在这里回应吴玉生委员 赖清德是被动的 你是主动的 差别就在这里 你是刚当选不到三个月 我就说我要去争取总统提名 国民党提名并不是一定要给你耶 是你要去争取耶 除非国民党完全没有初选 就说我们党没有你实在是不行 那他有办法运作到那个局面吗 我觉得不可能啊 所以吴敦毅必然要跟他做总统初选 那种情况就是 你自己去争取的 你可以不选啊 可是赖清德不是啊 赖清德是 蔡英文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我找你来当副手啊 那不是同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是觉得他 一定是顾虑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到时候怎么去说 我要去争取总统提名 这是一个啊 还有前面我们再回到前面 比如他今天把话说死了 说我会做晚事 你只要当选之后就海阔天空了 原来讲话可以这么随便 只要糊隆一下 让游秦坤不能攻击我 我做晚4年我就当选了 你做晚4年我也可以要求 你用别的表达方式啊 保证不会落跑 你可不可以再继续讲这句 我做晚4年啊 做晚4年不就保证 我4年不会落跑吗 那你再讲啊 我做晚4年我保证 我不会选2016啊 你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游秦坤也不是笨蛋啊 人家会逼你做逻辑的延伸嘛 你说你要做晚4年 请你说 我不会参选2016 请你说 我保证4年内不会落跑 参选别的公词 你敢说吗 到最后还是会被人攻击啦 人家还是会逼问你很多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承诺 并不是说你这里 然后你选上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局了 选民都秦才你摆弄的 不是这样啦 没有那么容易啦 所以为什么他前面会有一些顾虑 因为他想要一致嘛 我是认为朱立伦是很优秀的市长 所以他才会考虑到这一些 对选民的一致性 然后他对于新北市民也够了解 他就希望他的逻辑是 同格到尾是一致的 那如果他参选了 因为他当选的几率蛮高的啦 当选之后 大概三个月 就又要表态说 我要争取提名 吴敦英会让你吗 对不起你们还是要初选 国民党一定有个程序嘛 那是你自己要来争耶 好 这个是主动被动 刚是郭老师这方面的一个分析 所以接下来对于 朱立伦今天所做这个决定 而且直接把话讲满说 他会做满四年 吴委员其实他有一些难言之隐吗 我不认为他有难言之隐 但是我同意三位刚刚的分析 各有交叉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是说 一个政治人物本身 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跟他政治情势的判断 他本来有不同的路线的一个走法 但最后他拍板电案 他自己决定了 所以我清楚的知道就是说 他的幕僚分成两种 一种主张他职工 一种主张他竞选连任 是县市长 那他现在决定了 就是他自己的刚权独断 他自己的前途 我们说自己的政党自己 就是自己的前途自己开嘛 你决定这个方向一定要自己开 但是不管他是主动或被动 赖清德以后如果被 蔡英文征召为副手人权 一样是主动 你如果没有主观议院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在台南市区问赖清德 你董事长 如果蔡英文找你去做副手 你也不要去 一样有主观的意识 一样有主动的企图 所以没有办法用主动跟被动 这样来区隔这两个 那第二个我就觉得朱立伦 基本上因为他是全国最大县市 目前我们台湾地区最大县市长 所以他的很多的政绩 他可以被大家看得到 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譬如说他的幸福保卫战 就在那个样的经济低迷的时候 你觉得很感心的 你现在公托中心 零到二岁的小朋友 本来一个月交给人家 他大概要两万块 他都可以那么的低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我不认为他是要用一种方法去 先度过这一关 再决定去攻下一关 我不这样看问题 我相信他的诚意 他是想坐满四年 连坐满四年 但是问题 他可不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心愿 要看以后政治情势 我举个例好了 就好像我们打棒球 那个美国大联盟一样 你的小联盟3A老是投出三政王 现在人家球迷都要把你调到牛盆 调到大联盟去 那你能不去吗 所以基本上他是以球迷 以民意 今天台湾的政策也是这个样子 你要怎样搁 你如果有栽调 你不可能英文 让你毕竟新北市都不出来 而且你帮助台湾 也就是帮助新北市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我尊重朱立伦市长 今天他做这个决定 我认为他有心要坐满 下一个四年 但是未来的政策情况 容不容许他这样 台湾的社会需不需要他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明显 所以现在在整个说辞上面 就必须像委员这样子的两套说法 有这个动态在里头 那有这个如果这样就这样 如果那样就那样 反正一切取决于民意 但其实之前的大船离港之说 这又在暗示什么 大船离港就说 其实这一部分包括 其实党内 其实都没有人出来否认过 其实也有人说 这个其实蛮接近 包括马英九跟金普通的想法 其实所以大船离港就说 马英九要交棒了 那接下来 2016接班的人是谁 还是 不管是吴多瑜或朱立伦 其实就是马英九的立场 还是让他们兄弟之争 各自去爬山 各自去努力 其实过去马英九指定接班 你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陈水平指定接班 他指定了谁 他指定的人统统上不来 那你 谢长廷还是靠他自己的实力 争取到2008 所以被指定的都 其实都很倒霉 你包括过去李登辉指定连战 最后也落选了 所以真的是靠指定还是靠选票 其实真的是要靠民意决定 才是成为总统候选人 是选票跟实力最重要的 还是要民气决定 那我刚刚要回应郭正亮委员 他一直说朱立伦选 就一定要保证要坐满四年 你要看看 蔡英文在当初在2011年 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人家问他这个问题 他也没有逃避 他不回应 对 他不回应 所以他是不是也先逃避 他问题是他回应了 问题是他回应了嘛 对 所以朱立伦相对的 他比蔡英文有更好的政治承诺 他承诺他做好四年 那这是他的政治承诺 那至于未来明年总统大选 党内初选提名 吴敦宜现在也没有表达要参选 他甚至也说他下一步 他没有规划 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 国民党明年没有总统候选人 势必要采取征召的部分 朱立伦如果党中央被征召他的话 他要不要答应 那如果他 那时候国民党一兵败如山倒 线上全部都崩盘了 那时候朱立伦要不要出来 救国民党救台湾 救六君子那时候就出来劝禁 就学那一套方式 那是国民党需要不是朱立伦 我对于如果不选 当然是这样 对啊 这种局其实都变动当中 其实各种变数都有可能 好 所以说这个 越看会越不撒撒吗 但是现在眼前 刚刚邱毅老师有讲 眼前这个年底选举一旦选不好了 其实大家对国民党来讲是一起死 当然啦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连续赛局 他是个连续性的博弈 连续性的博弈 你不可能人无远虑必有禁忧 用这种方式去思维 所谓的连续的博弈 就是说我今天玩完了这一局 我再考虑下一局 这一局的game over的结果 会影响到我下一局要怎么布局 我怎么部署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得太远 一直去想2016 那就好像在列子聂玉寇的书里面讲 两个小孩子在讨论 障碍跟太阳哪一个比较远 障碍跟太阳哪一个比较远 那是以后的事情 跟现在无关嘛 所以14年先打赢了 其实才是比较重要的 那朱立伦出来的话很明显的 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定心丸 强心争 他对于北台湾的选情有稳定的作用 那至于16年到底是吴敦毅 还是朱立伦 那说实话吧 如果依照推背图来看 反正16年不是所谓的 属生肖属猪的 要不然就姓朱的 那到底是在其实 就选民来说 自然到14年之后 选民会有一个决定 选民会有一个期待 所以选民那时候 会做什么的期待 我们现在很难去做预测 我说过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今天把14年选好 那16年就有得期待了 嗯好 所以才会说 14年选不好的情况 现在为什么会走成这样 或许通通不在原本 有新人士们的期待当中吗 那现在对国民党讲 选情是这么样乱的情况之下 很担心朱立伦太早章猪头 马英九总统会跛脚 但现在看来 他选择选市长的连任 不也是成为今年年底 这场选战的领头羊吗 还是得靠他 好 那管管我们继续带来分析 一切都还是得靠 朱立伦的情况之下 2014年底的选举 现在因为他的出现 迎面真的就大了起来吗 但他也可不是完全没有瑕疵呢 我们待会回来